明星直播关掉滤镜后,赵丽颖热巴好清纯,陈里农这是要逼死网红吗? 随着现在网络直播越来越火之后,不少网红都跻身于这个圈子之内,比较出名的就要鼠废启宁和冯提莫了 当然娱乐圈的明星们现在也纷纷喜欢在直播平台上和粉丝互动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 赵丽颖这两年在娱乐圈可是走得顺风顺水,代言作品拿到手软,和她合作的男演员也都对她评价非常高,像去年热播的楚乔转在网络播放量更是创下了一个新高,不过赵丽颖也有时更在直播软体上跟大家互动。 。 在直播的她,坐在地上,脸圆圆的,比电视剧上可爱很多,而且最重要的是,赵丽颖直播还不开美颜,只能说这颜值真耐烫,这也就是明星与网红的区别吧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 。 迪丽热巴这两年在杨幂的带领下,也上升得非常快,屏住一副好身材,也圈粉无数。 不过最令人喜爱的还是热巴的性格。 。 在一次直播中,热巴面对粉丝的夸奖就直说自己的眼镜没有那么大,于是就开始研究起直播软体来了,这边研究还一边碎碎念,这个特效怎么关,我的眼镜没有这么大。 。 面对这么耿直的热巴,粉丝们也是哭笑不得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。 范冰冰一直是娱乐圈的女神之一,这几年她在坎城的红毯秀上可谓是风光无限,每次的红毯造型都能引起不小的躁动。 不过今年的范冰冰开始做起美妆博主来了。 。 有一次直播就是教大家如何画一个美美的唇妆,这个直播一开始就迅速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目光,在短短的半小时内粉丝就达到一千多万,这样大的数据,可是很多网红望沉默急的啊。 。 。 在范冰冰的直播中,我们也能看到她的素颜,不得不说,素颜的她真的是太好看。 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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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u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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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她的眼球变大,还吵着要关掉滤镜和美颜,也是没谁了。小朋友很自恋哦,还一直说自己很帅矮,不过是蛮帅的啦。 广告 明星直播关掉滤镜后,赵丽颖热巴好清纯,陈里农这是要逼死网红吗?